吃有机聊健康做料理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祥的厨房 我是永慈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在夏天一定要喝一杯美好日常的精力糖 来帮助我们好顺畅好代谢 夏天是肠胃到极品耗发的季节 除了高温容易让食物变质导致肠胃炎之外 其实天气热吃不下容易比较焦躁 尤其当你的水分摄取不足的时候 或是我们水分流逝太多 就容易会导致便秘的状况发生 好那每天要顺畅 记得一定要认识肠道的好朋友 首先就要来认识这个苹果 含有丰富的果胶质 能够帮助我们肠道的蠕动 想要促进排便记得连皮吃 如果正在腹泻的你记得吃果肉 那肠道的润滑剂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的好油 所以我们在打精力汤的时候 不要忘了好油一定要把它夹进来 再来就是我们便秘的时候排便不顺 我们的体质会比较偏酸 所以记得把碱性的食物 也是肠道的好朋友 记得一并的把它吃进来 所有深绿色的食物 最适合打今天的精力汤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打一杯 美好日常精力汤 首先呢我们就来把这个绿色啊 碱性的食物放进来 尤其在夏天啊 预防长灶 像这个豌豆苗的部分 还有小黄瓜啦 结瓜 大黄瓜都可以 喜欢来一点苦的哦 可以放一些苦瓜哦 也可以降火 好那修复我们的肠胃道 不要忘了哦 我们的高丽菜 可以修复我们的肠胃粘膜 好那接下来呢 就放入我们的苹果啊 是肠道的好朋友 丰富的果胶质 可以帮助我们肠胃道的蠕动哦 接下来可以把抗氧化的红萝卜啊 也放进来 那碱性的食物 柠檬酸啊 不可以少 接下来就是我们打精力汤的三宝粉 大豆软磷子 啤酒酵母粉 小麦配芽 补足均衡的营养 好这个时候不要忘了哦 坚果也要进来 才能够让我们每个体质啊 营养平衡 好那接下来可以放入 亚麻人油 帮助我们的润肠通便 保健效果会更好 好那接下来呢 就可以将我们的糖蜜啊 放进来 各位还记得吗 以前呢 阿嬷的时代都会讲啊 这个乌腾沟 可以帮我们击辣扫 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排毒啊 倒垃圾 好最后加上我们的水 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打精力汤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 美好日常精力汤 哇 刚好今天打的这一杯啊 是黄色的 这个就是黄色入皮脏 指的就是呢 我们肠味道的部分 所以呢 夏天一定要喝美好日常精力汤 好那简中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哦 肠道一定要每天啊 维持顺畅 而且呢 每天都要倒垃圾清干净 这样子才能够让吃的营养补的进来 而且身体啊吃饱了这些养分 我们才能够做到啊 饿了再吃 不饿不吃 好那各位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忘咯 记得帮我按赞按分享 好那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不要忘咯 在你们的右下角 记得帮我按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 好那我们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八点见咯 再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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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